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谓文革之后 正常人写出来的书 这其中呢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傅雷家书 傅雷那是中国 傅雷夫妇是中国现代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当中的非常有名的人 那他的儿子也非常有出息 那傅聪呢 我们知道是世界中国人范围内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而傅雷家书是指傅雷写信给傅聪 在傅聪来到东欧熊阿利亚那些地方进行参加比赛时 那父子之间的交往 傅雷在文革时死了 自杀了 那傅雷家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一个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对话 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父子之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相信更多的都是一种家庭平凡的概念 父子之间今天人们看到的 就是传宗接代和金钱养育的故事 而作为人的灵魂与生命的相互交往 能够看破人与人之间一个生命的那种内在的联系 以至于在精神层面 更高说灵魂层面 作为父亲能够对儿子有这样的教诲 有这样的一种交流 这点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那原因很简单 我个人家境贫寒 怎么说呢 从来没有过也没想过 那父子之间是这样的交往 有这样人性之间的生命层面的 这种相互的传递与交流 没见了 前两天 杨将钱仲书的夫人 高龄105岁 还有两个月105岁 那病逝 那国内据说呢 在网络上反应的非常的强烈 称杨将为先生 那我相信是一种尊诚 但是无论钱仲书也好 杨将也好 那我相信在他们的 有限的生涯中 给予中国人 给予大陆人的 他最最珍惜的 是他的人性 在残酷的环境的现实中 在残酷的高机动物的 政治为口号的 为实际社会氛围的这种环境中 他坚守着自己人性 灵魂与尊严的那一面 从某种程度上说 有着某种无奈 甚至苟且偷生的含义 但从另外一点上说 他又在现实生活中 尽他最大的可能 给今天的普通的中国人 一点饭 一个朋友在 我前两天的视频当中 贴了一段话 我们看看是怎么说的 这是5月26号 我上传的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可能是因为太多的朋友看 所以把他的留言 推成第一个 关于死亡 杨将先生曾经写过 人都得死 人死就是灵魂 和肉体的分离 肉体离开灵魂 就成了尸体 尸体烧了或埋了 只剩下了灰土 但肉体的消失并不影响 灵魂受锻炼后 所得的成果 因为肉体和灵魂 在同受锻炼的时 是灵魂凭借肉体受锻炼 受锻炼的其实是灵魂 肉体不过是一个中介 肉体和灵魂同享受 是灵魂凭借肉体而享受 肉体和灵魂一同放肆作恶 罪孽也留在灵魂上 肉体不过是中介 所以人受锻炼 受锻炼的是灵魂 肉体是中介 锻炼的成绩 只留在灵魂上 2016 命运与灵魂的一年 石涛说的 在现实的我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生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灵魂是不死的 肉体是必死无疑的 人的生命本身 就是人的一个过程 生命的过程 因为时间永不停息 谁在一个永不停息的 时间的世界中 妄图占有什么 他本身就是愚蠢的 他的愚蠢在于 侮辱他的灵魂之所在 人的一生 借助我们 现实人的环境中 使自己的灵魂 超越超脱 使自己的灵魂 得到升华 那叫信仰 在相信着有着更高级的 生命的保护下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 讲的修炼中的师父 告诉你生命的道理 使着你的灵魂 借助人 神造的肉体 得以摆脱 你灵魂过去 以至现实生活中的 罪孽 罪孽包括贪婪 淫荡 占有 他归宗一点 自私 生命的自私 生命的自私 使得生命在欲望中 占有中 钱财中 男女乱来中 随意去放纵 凡是拥有人性的人 凡是被更多的人 能够称到的人 是因为他有能力 认知自己的生命 杨将 就是其中的一位 与此同时 那作为中共最上层的 当政者 习近平 前两天也做了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呢 乔姆斯呢 做完了 可是呢 他的内在的性质 透显出中共最上层的 这种 怎么说呢 你死我活的搏杀 他原文章应该来自于明报 习近平静悄悄地完成 中枢敏感部门的大清洗 曾任中共国家保安局局长的夏勇 近日传出被查 从宏观上讲 那夏勇出事的传言 应该只是习近平针对中枢部门的一个过程 在过去三年习近平执政以来 静悄悄地完成了对中央办公厅 中纪委 中组部 公安国安等多个中枢敏感部门的大清洗 2012年18大是江泽民获胜 而2012年之前的17大16大 胡温正胡温的过程中十年 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过程 原因 是在2002年之前 胡锦涛之前 江泽民8964上台 用了太长的时间 把整个中国的所有的权力部门 以党为核心 以中共政治局常委为核心 借助邓小平的所谓废除独裁者 建立接班制的说法 其实把邓小平也玩了 把邓小平也玩了 借助他的说法 推出集体领导的概念 却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背后的垂帘听政者 以部门为单位 全面占据整个中国政坛 那作为胡锦涛 温家宝 他最大的一个举动 是2008年地震时 5月12号大地震时 四川汶川 学地址的他温家宝 知道要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在地震一发生 他在最短的时间内 就出现在地震现场 可是当时的徐才后 郭伯雄按兵不动 要向温家宝 跟胡锦涛 乃至全国人民 表现一个概念 军队不是你胡锦涛 也不是你温家宝 能够指令的 军队是蛤蟆的 徐才后 郭伯雄 两个人是两条狗 所以才造成 温家宝面对电视机 讲出了一句话 人民养活了你们 你们看着办 那叫什么话 那不就揭示出 江泽民的邪恶 整个中共体制的邪恶 和当时整个的权力机构的 本身是江家的 那当时的习近平 已经进入了政治局常委 成为了接班人 这样一连串的东西 引述到今天 才会出现整个的 部门的否定 对不对 这种大清洗 清洗是过去八九六四年以后 江泽民当政以后的 党的整体系统和部门 以反腐的概念 反腐亡党是保命 很多人真听不懂 在共产党的文化中 非得说我像着谁 你就不能打开你的心扉一点点 打开你的眼睛 再大一点 我眼睛这么小 我都看得明白 你眼睛那么大 会看不明白 所以在我眼睛里 就这么回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